好,我們今天來拍這個七里香 它長了很多新的葉子跟花 因為很久沒有拍 就是很久沒有拍又沒有時間 然後它就是長很多 然後這邊開了一個 就是它長了花 然後結了一個果實 紅色的 它開花的那個過程 我開了一個縮時的軟件 如果你們想要看的話 我會放在右上一角這樣 可以點回去 就是可以點過去看 好,然後就是這個果實醬 叫做成熟 紅色 然後如果沒有成熟的話是綠色的 然後這個果實可以 就是如果想吃的話也可以吃 可是它沒有到很好吃 對,好吃而已 就是它味道不整個一樣 然後它裡面那個醬子成熟 就是大概可以把它切開了很好吃 裡面就有那個 1到3顆的那個小種 然後可以拿出來種 發芽率我覺得算蠻高的 就是種起來還蠻好種的 就是很可愛的一個小果實這樣 然後這個果實就 嗯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因為我很少看到這個植物開展 因為我們家住在20樓 就比較難 有什麼蜜蜂蜜蝶來授粉這樣 這次就是很少才看得到這種小果實 現在終於講出來 開心 嗯 好 嗯 今天我覺得西西翔就這樣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分享加訂閱 然後也可以按讚分享 然後又不會做那麼皮靜的影片 掰掰 掰掰 by bwd6